文革加上姜丝清煮 鲜甜味道扑鼻而来 除此之外还有蒲烧曼 海鲜粥 一千份的台西美食完全免费享用 许多民众全家出动 排队领用 园林县境内有一万七千多名新住民 为疏解他们思乡之情 园林县政府举办这场新住民嘉年华 让新住民们聚会 同时施展才艺 我们觉得说在异乡身边还是有亲人 有姐妹的扶持跟照顾 新住民到台湾来 其实他是需要舞台给他们的 而且他们能力非常的好 园林县长张立善表示 过去大部分新住民活动都在三线办理 但是海线新住民数量多 加上为了让新住民更认识云林 所以今年特别改在台西举办 新唐雅台电视 张又铭 陈奕文 台湾云林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张又铭 陈奕文 中文字幕志愿者 张又铭 陈奕文 中文字幕志愿者 张又铭 陈奕文